好民進董事要成功 黨向的四項公投 接下來是乘勝追擊 要推動是縣市合併升格 包含了新竹縣市彰化 還有雲家家 渴望可以升格為直轄市 不過對此呢 藍營明帶則質疑 這根本是選舉考量 六英要求進入總統官邸秘會 公投後服務院乘勝追擊 立即著手推動縣市合併升格 改明年六月完成修法 超過三十名律委 已經連署提出地方制度法 第四條修正草案 新竹縣市彰化縣及雲家家 有望升格成直轄市 大營之後趕快推出 爭議性比較大的法案 因人設施 各案修法這個是會有很大的爭議 我是新竹縣第一選區選出來的區域立委 我支持縣市合併升格 那但是有必要這麼急在2022嗎 我想您來說這個想法完全不對 這個他有他個人的政治目的 我知道您會說 他因為等了 等楊哥等了四年了 六都渴望晉升九都國民黨不少民代質疑 其中竹竹合併是為2022地方選舉 不過蘭茵再度意見分歧 自家首長彰化縣長王惠美 不但樂觀其成還爭取彰化縣排第七度升格 行政院就這個擬定的計劃交互審議 審議完成之後交由地方來進行相關的合併跟升格的作業 民進黨守住四大公投 下一站立拼地制法修法通過 完成縣市合併升格 和地址照顧風早點 切封報導